好 这是新北市的新名牌 新这个地址的名牌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到这回是朱立伦 从桃园跑到新北市来选 结果呢 有一堆的桃园县名 现在也这个转移户籍到台北县 你可能会想到 这会不会是幽灵人口呢 民进党台北县议员 今天召开记者会说 从这个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 朱立伦宣布参选之后 桃园签到台北县的人口 你看从去年的10月 856人 突然就暴增到1372个人 那么多了这个500个 然后越来越多 这怎么回事呢 那么县议员就指一说 这些人可能都是幽灵人口 是朱立伦的投票部队 对 投票部队 反对 投票部队 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民进党台北县议员排排站 为的就是台北县近来 突然暴增的人口数 朱立伦开始宣布 要参选新北市的时候开始 这种现象而且是增加的蛮多的 那我们不禁要质疑 就是说这一些是投票部队 幽灵人口 桃园线为了拼声格 在今年就祭出许多优惠抢人 但这些优惠却打动不了民众的心 反而陆续从桃园线移入台北县 从去年10月开始 桃园线嵌入台北县的人口是856人 但在今年3月朱立伦宣布参选后 人口数就突然暴增到1372人 这些数字的变化让民进脑质疑 这些人根本就是投票部队 我们不得不怀疑国民党利用他们一贯的手法 企图用幽灵人口来改变 来影响我们2012年新北市市长的选举 有很多幽灵人口一进台北县 那为了是新北市的选情 您怎么看 我不晓得这个事情 这些图人涌入台北县的人口 到底是真的爱台北县 还是爱选举 检调单位恐怕要仔细查一查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新北市的部分之余 好 这新北市的部分之余